听我说米格 亡灵的世界靠记忆存在 如果亲友还记得你 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 你就能在亡灵节 走过那座桥去探望他们 但我不想 你过不了那座桥吗 没人供奉过我的照片 在墨西哥 亡灵节反而是一年中 最快乐的节日 因为想让失去的亡灵组先们 知道自己过得很好 人们会在这天举办派对表演 米格非常想上台演唱 然而他组上四代都是智鞋家族 还有个特殊的规定 那就是绝对不能出现音乐 无论是街上的喇叭 还是门口的歌手 就连路过的狗叫出节奏来 都得挨两巴掌 全是因为追寻音乐 而抛弃妻子的曾爷爷 让智鞋撑起家族的曾奶奶所厌恶 才有了一项规矩 曾爷爷就连照片也被撕去 没有人记得他长什么模样 只有年迈的太奶奶可可 米格经常陪伴太奶奶 即使对方经常连名字也记不住 爸爸要回来了吗 妈妈 没什么事 有我呢 你是谁 米格最崇拜的就是歌神的拉库斯 他是全世界最亮的明星 其中一首《请记住我》最为出名 但遗憾的是 在最火的时候 被舞台上的大众送走 意外去世 后人为他修建了纪念馆 那把象征他的吉他也挂在墙上 受无数人供奉 在亡灵节这天 米格拿出自制的吉他 准备偷偷跑去参加亡灵节演出 正好碰上扫地的奶奶 就慌忙躲进了灵堂内 却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照片 那缺失的一脚筋还埋藏了一部分 米格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米格自制的吉他被摔碎 他的心也随着散落一地 疯狂地跑出家门 冲向亡灵节才一大赛 然而却告知自备乐器才能参赛 米格私下寻求 但是没有人会多一把吉他 最后他来到曾爷爷的雕像下 诉说着自己梦想破灭 突然他看到了底座下的末失良机 那好像曾爷爷对他跨时空的激励 于是他大胆了一次 米格跑到纪念馆拿下墙上的吉他 尝试不动了琴弦 万寿菊花般迸发出生命火力 但转瞬即时 紧接着人们发现墙上的吉他不见了 米格连忙想逃离这里 但突然他发现 所有人都看不到自己 并且可以穿过他们身体 就好像空气一般的存在 不仅如此 身边还多了好多骷髅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哥 小哥 这些人都是米格逝去的爷爷奶奶 原来米格进入了亡灵世界 为了把他们的小孙子送回去 就要带他去王者之城寻求办法 跟随而来的还有小狗丹丹 每年的今天 都会有万首巨花瓣桥连接到现实世界 让亡灵去看望在世的亲人 但必须有照片认证 才能放心过桥 如果现实没人供奉照片 那就不能踏上花瓣桥 之后他们来到亡灵办事处 原来活着是要工作 死后还得继续待在岗位上 这是他们碰上了米格的曾奶奶伊美尔 原来她的照片被米格带走 导致伊美尔不能过桥正在闹事 随后他们得到了回去的办法 想要回去就要得到家人的祝福 而且要在这天结束前 不然就会永远留在这里 正巧这里都是家人 伊美尔就拿起一枚花瓣 向米格送去了祝福 结尾还祝他不准再碰音乐 然后随着花瓣掠过全身 米格又回到了纪念馆 但马上就把曾奶奶的话忘了一干二净 才一比赛广场我来了 很显然米格并没有听话 随后米格想得到其他家人的祝福 但他们都不敢接下 米格无奈看向手中照片 他决定去找曾爷爷要祝福 于是就跑了出来 然后在单单的带领下 遇到一个不能去往现实的男人 还偷听到对方与库德拉斯认识 米格就上前想让他带自己去见曾爷爷 这个男人名叫埃克托 是贝拉香肠也死的 见到米格是个活人后大赢下来 但回去之后 要把自己的照片供奉起来 这样就能去往现实 然后为了躲避追查 埃克托给他画了骷髅脸 在他们离开后 曾奶奶的小南瓜也找了过来 步步紧逼米格 中途他们发现德拉库斯的演唱会 这个活动每年一次都十分火爆 米格就让埃克托带自己过去 然而埃克托承认了自己撒谎 但其实米格也骗了他说没有其他亲人 于是两个小骗子 大提到了参加戒边音乐比赛 就能去往那里 可他们没有吉他 随后埃克托带他远离城镇 来到郊外找朋友朱皮哥寻求吉他 朱皮哥一见埃克托就来起 每次都是有见眉怀 但此时朱皮哥已经十分虚弱 他祈求埃克托再给自己弹一曲 米格这才知道他也会音乐 胡编的吊床上 埃克托轻轻不动琴弦 在对方跃动的送别中 朱皮哥摘下帽子 化作金色的点点心灰 飘向了无边的天际 空流一顶牛仔帽 埃克托拿起其中一杯酒 举杯后一饮而尽 然后倒扣在桌上 原来朱皮哥一直在等着他 他 他怎么了 被人遗忘了 这边的你就会消失 我们叫终极死亡 拿到吉他的两人来到比赛场地 小米格一登台 就点燃了全场 埃克托也上台配上舞蹈 但就在这时米格的家人找到这里 米格赶快拉着埃克托下台 埃克托这才知道对方有家人 就想让对方赶紧回到现实 米格听后愤怒说道 你根本不想帮我 只是想着你自己 于是丢下埃克托的照片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但没跑几步 小南瓜就追了上来 随着而来的还有曾奶奶 迫切想要送米格回到现实 伊梅尔说自己曾经也很爱音乐 但是为了刚生下来的可可 一心想要安定下来 但曾爷爷只想着自己的音乐梦 有些东西必须要牺牲 米格并不理解这些 为什么家人不支持 然后转身离去 米格混在乐队中 进入到晚会现场 并且用一首响彻全场的音乐 让德拉库斯注意到 终于是见到了梦寐一求的曾爷爷爷歌神 在曾爷爷爷的带领下 米格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会 之后他问曾爷爷爷 后悔离开家实现音乐梦吗 德拉库斯说他并不后悔 不管是谁都不能违背命运的选择 艺术家不该埋没在小家里 而是属于整个世界 在这之后他邀请米格来看自己演唱会 但是米格不能去了 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曾爷爷知道后 就拿来滑板准备送他回去时 埃克托闯入这里 他想让米格带走照片 德拉库斯看到照片后 也明白了什么 这是埃克托突然暴怒 也不顾纳什米格的曾爷爷 骂起对方偷了自己音乐 才让影子出名 但是现在有求于米格 就希望德拉库斯看在情分上 把照片交给米格回到现实 这是米格突然记起曾爷爷的电影 与他俩的故事非常像 只是对方是被德拉库斯毒死的 埃克托突然记起 自己并不是被拉香肠噎死的 而是当年和德拉库斯分别时 喝了一杯酒毒死的 醒悟的埃克托奋力扑向德拉库斯 但紧接着就被警卫带走 德拉库斯整理好衣服 告诉米格希望不要怀疑曾爷爷 这对他的名誉很重要 但米格明显产生胆怯 小心翼翼地问还会送自己回去吗 可这次库德拉斯收起照片 拿走了花瓣 然后把米格都进了洞里 一同在这的还有埃克托 米格一把抱住对方 承认了埃克托是对的 家人才更重要 就在埃克托安慰他时 身上突然开始闪烁光芒 那是要消失的前照 他告诉米格 自己那么着急回到现实 就是想去看看自己女儿可可 如今他应该快要不行了 听到这里米格缓缓地掏出照片 原来埃克托才是自己曾爷爷 太奶奶可可可是他女儿 当初为了回家才想和德拉库斯分开 却被他永远地留下了 而那首传唱世界的《请记住我》 是埃克托专门为可可创作的 但如今可可将要来到这里 埃克托却要消失 突然 丹丹出现在洞口 紧接着小南瓜也飞来 小南瓜将米格和埃克托救了出来 而丹丹也划成了零售 原来他一直领着自己找到埃克托 随后要给米格送祝福时 米格将事情告诉了曾奶奶 即使伊梅尔还是讨厌埃克托 不想原谅他抛弃妻子 但还是决定去帮他拿回照片 一行人穿梭舞台幕后 还真碰上了德拉库斯 之后埃克托一家人展开追捕 再混乱的舞台幕后 他们和一群人打成一团 突然伊梅尔被升降台送了上去 灯光全部聚焦于他 眼看保安在下面步步紧闭 伊梅尔没有办法 只能放声各场吸引观众 埃克托也在一旁伴奏起来 伊梅尔将照片偷了过来 德拉库斯为了声誉 只能顺从地和伊梅尔表演完演出 随后伊梅尔逃出对方 一把扑向埃克托 这次两人化解了误会 曾奶奶把照片交给米格 并且要送上祝福送他离开时 德拉库斯抓到了米格 因为放米格回现实 那么自己的名声全都毁于一旦 就在对峙时 细心的奶奶们打开了录像机 并投放到了大屏幕上 德拉库斯的嘴心也随着公之于众 紧接着德拉库斯将米格扔下悬崖 单单想要去救 奈何自己力气太小 突然小南瓜飞来 顺利地救下米格 但是照片不幸落入水中 之后回到舞台的德拉库斯遭受万人唾弃 小南瓜也走来步步紧逼 随后抓起德拉库斯 扔出了演唱会 飞到教会顶楼 再一次被大众砸到 而那边埃克托身体闪烁更加频繁 太阳也将要升起 这天即将结束 米格的身体已经大半窟窿 埃克托和伊美尔共同拿起花瓣 向米格送去最真挚的祝福 并且没有了限制 随着一道光芒闪过 花瓣散落在米格身上 他回到了纪念馆 并第一时间狂奔出门 迅速地回到家里 来到太奶奶可可身边 但此时太奶奶谁也不在即的 好像是忘记了所有 米格看向地上的吉他 想到了埃克托 为可可一人创作的曲子《请记得我》 请记住我 虽然我要去远方 请记住我 当听见吉他的悲伤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 唯一的平均 直到我在此 太奶奶缓缓跟唱起来 这是小时候爸爸总是唱给她的歌 可可永远记在心里 随后拿出了抽屉里的笨子 那是埃克托寄来的信 还有那全尸的一角 一年后的亡灵节上 德拉库斯的纪念馆已经废弃 而他写的著名歌曲 都早已记录在写给可可的信中 那些信也成了新的纪念馆 家里的灵坛上 埃克托的照片被不全 他被顺利放心 伊梅尔和他重归于好 并且他们女儿可可也团聚在了一起 一家人拉起手 一同踏上了贵途的花瓣桥 单单也回到了现实 跟随而来的还有小南瓜 来到米格家中 所有的亲人都聚在一起 没有什么会比家人更重要 他们都弹奏起音乐 围在一起 营造出最欢快的万圣节 《寻梦环游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9.1的评分也看得出不俗 某班上有一则短评非常好 供奉的一项是牵引家人回家的通道 助流的记忆是保持亡灵存续的神力 热闹的音乐是唤醒思念起风的妖影 我为你写了首歌 穿越浩瀚的岁月烟尘 挨过冰冷的孤独冬季 横跨漫长的天人之路 在你老去的时候 唱给你听 这皈依的灯火万家 咬夜的烛光千盏 不如你梳着马花便坐在床头时 眼里闪烁的星光璀璨